新华社报道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公告称 该院定于2013年10月25号上午10点 在第22选判庭公开宣判上诉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 9月22号济南中院对被告人薄熙来做出一审判决 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刑罚罪并罚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